Ori 你咋喝不得 Ori 2 精灵与萤火意志 是三个月之前发售的游戏 不过我到最近才有机会把它打通 我真的非常喜欢 意犹未尽 所以就算有些迟了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ri 2是一个Metro-Dvignia游戏 就是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 这类游戏的特征主要是 重视探索感 地图慢慢展开 并且彼此紧密有机相连 玩家通过不断解锁新的能力 可以去到更多地方 然后回去一些以前去不了的地方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两款游戏 一个是Ori 1 一个就是Holo Knight 因为Ori 2 其实就是Ori 1 吸收了好多Holo Knight的设计 进化而来的 五 二 三 四 无事作战成功 Ori 1代的时候 玩起来不那么银河城 探索的感觉要弱很多 游戏的机制也要简单很多 但我也非常喜欢 就是因为它精彩的平台动作基因 这个基因在2代里也被完美继承 平台动作游戏最基本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动作 Ori的动作可谓是 行云流水 Ori的移动真的感觉很爽 跑得快 跳得远 而且控制精准 响应迅速 二段跳 三段跳 爬墙 冲刺 滑翔 每一个动作都感觉非常轻快 猛击 借助敌人的子弹 或者场景里的物品 在空中暂停时间 把自己往任意方向弹射 还有勾转 穿地 炮弹跳跃 有无数种在空中砸耍的方法 一个平台动作游戏 移动和跳跃 都是被重复最多次的动作 在Ori里什么也不做 单纯地控制Ori在地图里 移动 跳跃就感觉很舒服 穿越地图就是一路向前 充满关心 感觉自己就是土生土长 在这片森林里 自由穿梭的小精灵 关卡设计也是非常精彩 考验策略 也考验反应 但很宽容 不要求你做出精确的操作 就算一不小心死了 没有复杂的菜单 没有反复读盘 剧情动画和玩家操作 无缝衔接 最长的读档时间 也就是Ori转个身的功夫 这太让人心情愉悦了 再配合Ori2五维景区级的画面 手绘画面 搭配精致动画电影的光影渲染 这片森林实在是太美了 大家轮流下去拍照啊 Ori的音乐 包括音效 太太太太出色了 我其实很少给这样的评价 它的音乐 OS音乐非常棒的 特别好听 第一题为了 无可挑剔 游戏音乐不是单曲好听就完事了 要考验与画面 游戏节奏 台词 音效 场景氛围的配合 要引人入戏 又不能抢戏 Ori的OST 质地轻盈 纵身感很强 行云流水 放在游戏里 听起来就像是 长在这片森林里的一样 仿佛空气中流动的 不只是空气 还有音符 我真的没有夸张 Ori在场景切换的时候 曲子与曲子之间的 衔接非常顺滑 没有一处有 戛然而止的感觉 而且游戏 有一个特别聪明的设计 当我们一遍遍失败死亡 玩家回到关卡起点的时候 音乐并没有停止 然后重新播放 而是继续播放 就好像关卡的时间 没有倒退 而是继续 不会又重放一遍 歌曲的开头 让死亡 变得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甚至在我发呆 在这里的一大段时间里 曲子换了一两首 却让人很难察觉 每一首本身 都有可循环性 每一首旋律 都有相似的部分 这样既不会听腻 也不会突兀 Ori一和二的作曲家 都是Gareth Coker 他擅长给电影 和游戏配乐 在给Ori作曲的时候 他已经玩了 上千小时的游戏 就为了掌握游戏本身的节奏 深受阿甘正传中 经典的羽毛的影响 他的配乐呈现出来 也有跟羽毛一样 随风飘动 随月起舞的灵动 最后来聊一聊剧情 挺有狮子王音乐剧的感觉的 Ori二接着Ori一的故事 继续展开 Ori在一中 救下了反派猫头鹰妈妈 Curo的孩子 抚养长大 小猫头鹰 KUV的翅膀残破 无法飞翔 Ori为了满足他的心愿 找来他逝去母亲的羽毛 补旋翅膀 在第一次是非中 不幸发生意外 两人走散 新的故事由此展开 Ori的故事聚焦家庭 注重亲子关系 探索家人的定义 剧情框架是比较简单的 故事的走向 也不会让你拍手叫绝 但是我挺喜欢这个小故事的 也很受触动 从一到二 围绕Ori 一个特殊的重组家庭 慢慢组建起来 有萍水相逢 有种群差异 有前代恩怨 精灵之处至于精灵Ori 是命定的亲子关系 Naru至于Ori 是有养育之恩 有爱的亲子关系 Ori至于小猫头鹰 是传承的 无私的亲子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世界里 没有绝对的坏人 却多的是 阴差阳错的悲剧 很多人说 Ori玩起来像极不利的电影 要我说 Ori更像舞台剧 形式更传统 更讲究配合 跟观众的距离也更近 疫情之下 成立于1984年的 加拿大太阳马戏团 最近申请破产 他们有几个表演特别经典 从舞美到音乐到表演 配合得天衣无缝 杂剧舞蹈演员 大多来自退役的运动员 空中和水中的表演 堪称一绝 是绝无仅有的 为一场秀做一个舞台 观众置身其中 如同玩家操纵Ori 既有童话与现实的玻璃感 又有此刻 我就属于童话世界的亲近感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的更新会非常的频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留下你的三连哦